记者张经雅台中报道,为有效运用台中铁路高架化后腾空的铁轨土地,台中市政府提出绿空廊道,铁路高架化腾空廊带计划,将整合既有绿原道系统,提供人航及自行车道廊道,第一期南段工程今日开工。 市长林嘉隆表示,绿空廊道全长21.7公里,在串联全长17.2公里的台中之新计划,将提早实现自行车369计划,打造台中成为自行车城市。 绿空铁道计划南起大庆火车站,北至丰原火车站,整段铁道轴线全长21.7公里,沿线将设置人航及自行车廊道,以及机小广场、公园与篮球场、羽球场等运动设施。 计划分三期执行,第一期从近德路至北屯区,潭子区交界处,长约4.1公里,第二期为北屯区,潭子区交界处至丰原车站,共9.2公里,第三期则为武全路至大庆车站南侧共2.92公里。 其中,第一期南段部分自近德路至太原车站,长约2.1公里,工程经费4498万元,预计今年10月底完工。 林嘉龙表示,绿空狼道是都市中难得的连续带状开放空间,是否打造适合人航及骑乘自行车的绿空狼道,让市民修监及通勤使用, 并可透过铁路转乘及连接捷运绿线,形成复合式的大众运输系统,不但能减少空污,也能增加e-bike使用。 未来在串联台中之新计划,该计划连接全市7条原道及7处公园,全长17.2公里,就能提早完成自行车369计划, 即建设300座e-bike租赁站,600公里自行车道,9000辆公共自行车,让台中市成为自行车城市。 林嘉龙也说,五年前他担任立委时,即关心铁路高架化后平面土地利用的问题,交通部铁工局有意愿与市府合作, 但当时市府拒绝提供方案,如果当时开始同步规划,现在不知道已经完成几段。